一道人數,你接過半數 好,那我們今天就來進行我們第二屆 第五次、第五期大會 第三次的程序委員會 那我們台南市政府的各主席處所長 以及單位主管 我們各位新聞媒體的好朋友 還有我們哲序委員 楊俊議員、林一己議員、李坤王議員 還有參議會議員 我們本會的郭秘書長 所有的各位同仁 第三次的程序委員會 今天來召開 我們最主要是要審查 台南市政府的各項提案 首先我們就來討論各項提案 目前我們各委員會 收到市政府提案 一共有9案 包括 換歸三讀案、提案原案 教育提案、建設原案、公務事案 以上還有一般的提案一案 顛覆款案、佑案 現在我們就請議士族來宣讀 那我們各位委員同仁 如有疑問 可逐案喊停 包括花言 那我們議員 我們的程序委員議員有提問 再請我們的提案單位來做說明 不然的話我們就繼續來宣讀 這樣子OK嗎 好 那現在就請議士族宣讀 法規是題2 提案單位 台南市佔阜消防局 按留 修正台南市火災預防自治條例 第12條、第15條考案 進行審議 OK嗎 好 先 法規 等一下 等一下 好的 來 請消防局說明 8號議長 跟各位議員 有關口詐預防自治條例 這個是配合消防法的公布 今年的1月18號總統公布修正消防法 第38條、第2項 那麼我們自治條例的12條跟15條 配合修正 那麼修正的地方就是 原來的這些類管的場所、甲類的場所等 相關有設置效能設備的場所 他們都要申報、檢修申報 那麼以往是發現如果沒有做檢修申報 就會先通知限期改善 然後借期不改善再處罰 但是現在改了一方線就處罰 然後借期不打未改善成 還會繼續暗示處罰 所以比較嚴格 那麼我們已經可以開始對這些場所 都逐一的跟他們做宣導 也給他們書面的通知 以上最後的說明 好 我們詳細的內容 有在我們這個資料裡邊 剛剛我們與局長這樣的說明 各位議員還有沒有其他的意見 那就通過 法規是第三提案單位 台南市政府都市財產局暗游 台南市空地空屋管理自治條例修正法案提請審議 好 這個詳細的內容也一樣的 在我們的資料的後面 那各位議員見 好 請 請 好的 來 請我們 什麼 啊 主席議長還有各位委員 這次修車的重點大概有三項 第一個就是空地公路的那個雜草的那個高度 因為我們行政區很大 有些是在故事化地區 有些是在天遠郊區的部分 所以各的區公所針對這個高度的部分 是有一點 資金上有一點的困難 所以這次稍微 大概有一些彈性的一些規範 原則上是100公分 但是主管機關如果應有公考的話 就要重啟一個風格 比較安心做法 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我們在環疫期的時候 現期的條文只有規定說 這個我們防疫人員進去 只能勘查 但是如果同時看到有一些這個病人 我們的時候 不能馬上做一些執行防疫的工作 這一次就把它這個東西在這裏 進度勘查 同時可以馬上進行執行防疫的工作 這是它第二個重點 第三個重點的話 就是說 大概我們區公所也在環疫 就是說 有些空地開閉為停車場之後 大概有一些車輛大概長期來佔用 影響到這個停車位的走轉率 所以這一次大概也增定一個 這些位置被人家佔用的時候 應該出別方式跟這個作業程序 以上大概三個重點就是這裡 謝謝 好 有沒有一些 好 來 陳議員請 我是覺得這個雜草 既然要建制日條例 如果授權各七公所也標準 為什麼我們事先要要求 七公所也因為 到底雜草要幾公分 我們就一個護表在裡面 哪一隻雜草 認為多少 我們可以出門 你現在訂一個彈性 讓七公所處理決定 那 衍生另外的問題 那 公所在執行上 我認為就有很大的彈性 我認為這個定位說 是不是我們 議會 要進入 一檔一起 結果七公所已經因為 這區 我的雜草多少公分 我們就有護表在裡面 不然你現在訂這樣 各七公所認為雜草要達到我一個程度 欸 我認為這麼立法 可能 用空派授錢 我覺得沒破 所以我認為應該 是 剛才我一紀念要訂這樣 你就馬上 搖去各七 他到底哪一七雜草 在哪裡 就附近附在上面 才有先知條例 你像你說的 雜草 一定高度的雜草 這樣到底 塑寫又塑寫七公所 這樣為什麼我們要訂這個知識料理 這是 我是因為 是不是 可以大家討論 要求七公所的點標準 好 來 大家 公所在執行也好 不然一定程度是要怎麼 我認為這個立法 可能不夠遠距離 第一 好 請局長說明 這個 謝謝 蔡議員 這次新地的條文第四條裡面 一定高度 它是規定一百公分 一百公分 一百公分 對 你修正條文是一定高度 線前條文是一百公分的 要修正一定高度 修正條文 對 就是說 一樣 同樣一個行政區 譬如說 七谷 七谷區 七谷區 也有人口比較聚落 人口密集去做的地方 也有比較偏地 比較偏地的地方 所以說 一個行政區 規定的這個 蔡議員 實際上 也很難 同一個行政區 所以 這部分 我們 在這個討論的過程當中 邀請各區公所 大家的表示健能 大家覺得 如則上是一百公分 但是不能比一百多公分還高 如果要更低的話 就從那個 這個 各區部的狀況 而且 每個行政區 他有時候 土地 他有些 會再繼續發展 有些棉塔 都是比較弱的區 如果變更建立之後 那個 標準 比較大 所以這部分 或者是可以給區公所 有一些空間 他自己的地 這個雜草部 理論上就是一個 市農警官 還有相當利益的部位 他一定要查查看 那個標準 區公所可以隨時調整 不用每一次調整 都送到議會 很新來進行這些調理行程 以上報告 那 那為什麼 那你修正的是說 由 主管機關 進行公告 就是由區公所 自行進行公告 是嗎 他是說說 如果沒有特別明定 就是一百公分 一百公分 然後有特別 定定的話 就是尊重各區的規定 對 各區還可以照他的 實際狀況 他的實際狀況 對 但是標準 就是一百公分以下 是不是 主管單位就是區公所 區公所 區公所 原則上是大宗 有些土地 可能是一些事業單位 還有一些局主管部分 大概是主管 但是土地 如果是事業單位 他也會自己說 我要一百五公分 因為他沒有整理的環境 可是沒有啊 他就是 他就是在上限一百公分 他有沒有看 理管制一定到多一百公分 你現在有公告 就不會一百公分 這個主管機閣 原則上是我們市政府 不是土地 所有權限 是市政府的管理機關 所有管理機關就是區公所 道部位都是區公所 如果我們這個法庭的主管機關 還是臺灣市政府 那到時候我們會針對 就說原則上 都還是一百公分的名字 但是有一些區域 要特殊的 如果有需要 那麼會另外公告 那這個公告的建議 當然會根據公所 但是公告單位還是 就是市政府的市政府 市政府的市政府 市政府的市政府 這樣子清楚嗎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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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我…我是這樣想 這炸炒的高度完全是一百公尺 為什麼那麼明確 那你…你如果要修這個 什麼拿出來的東西 那為什麼你要這樣想 但是…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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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是這樣想想 我是…我是在中間的 我是在中間的 我要講求他的嚴謹度 只能可以 我們這可能會被應付 我們沒有兩年 不然這樣做一件也會可以 我們就不會都這樣 不然就會沒有了 有需要先拿出來 你用這樣的時候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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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 這就是我的看法 我一定會這樣 我跟…你…有報告 其實這個主要是定一百公分 是主管機關委員 舊的就是沒有任何彈性 你們不能超過100公噸就這樣而已 就是說如果他這個只是這次修織 主管機關另有公告者重啟公告 也就是說保留一個彈性 需要長一點或是有些地方需要再連一點 那還有修正的機會 所以就是說我們事務就是規定 不能超過100公分 但是如果說其他的地區 譬如說都會跟天鄉不一樣 那不一樣的話這樣就有一個彈性 他們認為說這個沒有差別 這樣他們就會有一個彈性 那已經是完全沒有彈性的了 所以這次修法只是把這個彈性的機制先放進來 將來 將來才不用說 如果有些不合理的數字 那麼還要到議會來去 將來有這樣一個彈性的機制 那另外也跟議員有報告就是說 這個這次的這個控屋 控地控制條例 除了割草這個問題之外 那另外也很重要就是說 譬如說針對有些空地 有些空地被回歸停車 然後就長期就停在那裡不走 那以前就沒有辦法 那這次修法就是把這個彈性的機制 譬如說我們像活動中心 像各地的辦公室和活動中心 他外面可能有一些空地或是停車場 那廠場會有被占用 但是他的定位他又不屬於我們的這個停車管理 我們的停車場管理的制製條例 所以他又不是屬於道路 所以變成就過去沒有法條可以 那現在 那現在這一次也把這個 有可以處理的放在這個制製條例去行政 那讓將來各公所或說各禮 當中市門口他的廣場也對人佔用的 他又過去可以來請警方 你的意思是固定停車沒有 沒有 有一點就是被附近的民眾就把他占用 當作他私人的停車場 有的時候他還會把那個停車場 把他放在那裡後 他顯示沒有法條出去 是 我請問一下 主席 我請到這個地點吃一片好不好 到底什麼 這個車上面可以查 你查齁 這個統計方法跟統計方法 上面可以查 結果真的看不出來 到底上面可以查 我們上面去查在空地的 沒有啦 這個照地基調 這個修正才會 由區公所來報警相關機關處理 車輛的話如果是超過7天的話 由區公所先通報警察局提供車輯資料 然後由區公所用書面通知車輛所有人 限期移出 如果說查不出這個車輛是有車輯資料的話 可能要先進行公告的張貼 貼在當地區公所的公告欄 如果期限到 如果還是沒有移出的話 就通知環保局 交通局跟警察局 協助一次這個車輛到其他處去 一定是這樣子 所以車輛有區公所查報備 有區公所這邊來查報備 接著我們請唐屁兒、唐妍、花妍、列主席 我覺得這個修正有必要 因為我們常常發現在停車格位上 停車停了非常久 就是跟我說的 他們全地捏 我們市委員 跟開五十多、七八十多、甚至百多多 他都不接 他就放在那裡 其實他在公告 所以這個修正條是非常有必要的 要把他納入 避免他們專法律的漏洞 所以這個是 我覺得是非常有必要 要把這個納入來修正 謝謝 好 沒有其他意見 那我們這兩案就送交我們的法規文會來審查 好 好 接著是補提案的教育期 教育試題七 補提案單位 南線政府文化局 按由 有關文化部合定本市 106年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辦理縣市義文特色發展計畫 經費新台幣九百萬元整 中央輔助四百五十萬元 市配合款四百五十萬元 敬請審議 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建設市題七 建設市題六 補提案單位 海南市政府農業局 按由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補助滾谷辦理106年度 加強農地利用管理計畫 會增取取消 經請貴會同意先行編付 八十萬九千元整 補助款六十三萬四千元整 配合款十七萬五千元整 進行審議 有沒有意見 沒有 好 總共 建設市題七 提案單位 台南市政府農業局 按由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補助本補辦理106年 養牛產業結構調整計畫 肉牛案 總經費新台幣一百八十四萬五千元 中央補助款九十四萬五千元 市府配合款九十萬元 進行審議 準備一間 沒有 好 那我們接案通過 接著 公五四平二 案單位 台南市政府地政局 按由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合定本製辦理106年度 農業發展計畫 農地重劃區 緊急農學入改善 縣政府執行部分 計畫經費新台幣五千八百八十二萬四千元 中央補助五千萬元 本府配合款八百八十二萬四千元 提案 進行審議 各位意見 好 通過 繼續 公務四題三 提案單位 台南市政府水利局 按由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水土保持局 合定本市辦理106年度 充實土石流 防災疏散 避難處所設施及設備執行計畫案 所需經費 新台幣四十五萬元 補充款三十九萬六千元 市款五萬四千元 付行審議 有意見 沒有 好 通過 公務四題是 提案單位 台南市政府水利局 按由 一 台南市污水下水道使用費 徵收資資條例 第三條規定 開政污水下水道使用費 請請貴會 同意本府於107年 1月1日起 針對本市污水下水道事業 機關及學校用戶 開政污水下水道使用費 進行審議 好 陳議員請 陳議員請 我印象在 當官司這條 是沒有通過 以前我做 新作上有的贊成 我覺得這錢要收 收到底是多少錢的客人 現在 雖然他在去 工夫 他理醫生還沒有去 我到建立這個案 我們這月去 還有時間可以先走 是不是要辦公經會 不是說我們市政府 他要收多少錢 在這裡我們就能收 我認為這樣沒有到 應該找那個 洪秀被徵收的單位 聽聽他們的意見 我們收這些錢 是不是合理 大家算的生活不一樣 所以 我倒認為 我們在任命的機構 可以對 我們要替 被徵收的百姓講一點話 我說不是反對 收多少錢是合理 所以 我是建議這個案 是不是 我們應該 由一位來辦公聽會 讓這些被徵收的單位 市委單位 來聽聽聽 反應意見 大家說 這個組合很快 這個人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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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錢 收多少錢是合理 我站在這聲音 我沒有反對收 可是什麼 多少是合理 應該 要讓這些被徵收的單位 派他們的代表來收一收 要讓人家收集他相關的數據來講 他不敢說 每個人都要去那邊 把這些錢 每個人都要去保護水 地界都要去 不是這個水也要 有水也要處理也要去 要清掃 到底什麼 我不是 我再次說明 我們應該由一位辦公聽會 讓大家來發表 一見 我想這樣 秘書長 您有話表示嗎 是 我想其實這次開燈的對象 大部分是機關學校 就是說中央在我們台南的公務門 或是公立學校 或是這個實力 還有一部分實力學校 還有另外比較大型的 就是像百貨公司 大型的商場 所以整個群到實力間 就是大型的民主 這款我們過程都在推移出一推子 它汙水有讓到我們的欺騙 也是因為我們的收費 收費的那個規定雖然很通過 但是當時議會的人不太平衡 所以就開始開政府 那就是說事業會汽水 應該是事業單位對不對 就是機關學校 還有很大型的單位 是 大型的單位 那他們都是有盈利的對不對 民眾的 我們一般住宅還沒有 過去這幾年來 市府你是在 你是用市民的預算 用市民在當事業單位 處理汽水 我們這次才覺得 好 那個彭局長你要補充說明先 主席議長 各位委員 各位先進 所以舉這邊再做一些的補充的報告 就是說 目前其實是非常多的事業單位 包括像這些的飯店 魚館 魚館 還有一些就是賣場 他們就是屬於我們叫做類民生污水 就是說它的污水的性質其實就是我們一般 像家庭的民生污水一樣 那麼因為他們現在已經被 事業部分已經被開增水污費 所以他不繳使用費 他也是要去繳水污費 那所以呢 他如果 納館進到我們的系統 繳使用費 他就不用繳水污費 所以現在反而是很多事業 他一直是希望能夠納到我們的系統裡面來做處理 所以我們這一次其實是他事業進來 我們並不是說強制 就是說我們只是篩選 你只要是類民生污水類的 你要進來 你有意願的 我就幫你接進來處理 那如果他沒有意願的話 我們也沒有說強制說一定 通通都要叫他們一定要納工要處理 那他就去繳水污費了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其實是有相當的彈性 所以並不是說我們是有比較大的強制這樣 反而是很多的這些的事業用務 一直希望拜託能夠進到我們的系統 大概是這樣的原則 那所以那至於說收費這個標準 其實我們就是完全依照我們的自治條例 第六條 他所要分攤的折救費、補償費、貸款利息、操作費用 我們是經過會計師精算 經算以後大概是10.61元 那我們特別依照法令的規定簽報給市長 減徵到10元 因為目前高雄市針對事業的部分是收10元 那所以我們大概就是比照這個原則來收取 那依照這個規備法的規定 我們也報議會來做一個備查 以上報導 好的 康碧爾長延期 我是覺得說基於使用者付費 所以這是一定要做的 那即便是我們沒有收的話 他也是要繳選無費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說這個是一定要收的 那如果說落盡我們的話 那我們就這樣一體 一體的適用 這樣反而他們比較不會困擾 不會說欸 而且這個費用也不多嘛 對不對 我看都10塊 10塊嘛對不對 這樣保 我坦白講 10塊是太少了吧 應該是太少了吧 這個大海產的保護公司 每一天收入 每幾百萬的 10元 這個是怎麼計算的 這個我跟依照做一個報告 就是我們的污水下水道使用費 徵收自治條例第六條 它裡面已經有規定的非常清楚 就是我們要計算的成本 就是包括它的折舊費 土地地上地下屋的補償費 貸款利息 操作維護更新費用 跟業務費用 這幾項加起來 算出來我們的營運的成本是多少 那我們經過會計師查證來簽證了以後 是10.61元每一度 那但是因為要好收嘛 那也跟相關的鄰近的這個縣市 大概比較一致 所以我們簽報市長 依照規會法相關的規定 就是減增到10元 那我這邊也在補充就是說 也有很多中央機關 中央學校在我們的鄉民 那它已經接動進來 可是因為議會沒有通過 我們已經剛剛跟它說過 它像法院 像剛才的組大 像現在台南大學 還有一些私立大學 如果我們可以 跟對這些機關學校可以先開增的話 我想對市府的財政也是有很大的問題 因為我們已經在幫它出發了 現在就是用納稅的問題 好 好 來 李君黃 李猿圓請 我們第三條是說 台南市污水下水道系統的用戶 用戶裡面分散 比如說市業用戶 投肥用戶 跟一般用戶 或是市業用戶 投肥用戶以外的用戶 這都是污水下水道的使用戶 就是我們第三條線 但是我們是說 中央跟地方的市業用戶 以及投肥用戶 我們要照顧污水上廢 是 這樣是不是 如果使用者護衛 就這樣不公平 我們台南市有幾個地區 現在有污水接管嗎 有哪幾個區域已經有污水接管 主要就是我們的安平系統 還有我們在福衛寮 還有我們的柳營 柳營就是柳營區 還有一部分新營的南邊六個里 還有我們的官田系統 大概就是這幾個系統 那仁德系統是還在接近 沒有一般的用戶嗎 有 沒有收 我們一般的用戶沒有收 對 就是說我們第三條 一般用戶 污水下水道系統的用戶 都是要進行 但是我們現在是 只要收到水耳等的 我們口水用戶 對 我們的水位的 怎麼會這樣污水下水道嗎 它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是這樣就是說 因為我們現在的這個 污水下水道的系統 那麼因為我們早期在接的時候 很多就是 就是那個化論池沒有打除掉 早期接的 那造成就是說 它的這個污水進來這個濃度 跟我們原本設計的濃度 其實稍微有一點差距 所以它如果有適當的 投肥的這個進來的話 其實是對整個系統 它的我們的菌 這些活性污泥這些的 它也是需要一些養分的 其實是 也是有它的一些效益在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是會很密切的 會跟環保局去做一些的聯繫 那目前是還沒有讓他們有接近 目前是沒有 現在的做法是 目前環保局還是有些水肥融物在 所以一些水肥業者是到環保局的水肥 對 那未來環保局在 它收以後它再整個再過來 它都會有什麼想法 那它說我們是跟環保局相同 因為環保局是接收業者的投肥 因為那個投肥的地點有回饋性 所以現在不能 不能隨便的 但是第三條 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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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條 一般用戶我們都不會收 對 因為一般用戶 對 但是第三條 是說 污水下水道系統用戶都會收 它是一個通盤性的規定 我們現在只是根據第三條的後項 後面那一項 就是 我們這個開征的日期 一定要報議會審議通過 這沒有問題 但是我是說 那由水利局配合水 這正好 你報文不收 報文不收 對 因為我們這個後段講的 就是由水利局配合水 所以是中央政府單位 跟地方機關 是 這不公平 我報告一下 就是我們這個第三條 它後面這一項 寫得非常清楚 就是說 因為現在 事業的部分 水務費已經開始收了 所以我們才會 就是根據我們自治條例 第三條後面這一項的規定 那開征日期 要報議會通過 那 由水利局配合水污染防治費 徵收日期公告資 那 我知道 這樣日期都沒有關係 日期沒有關係 移收污水處理費用的對象 第四條 第三條是說 現在 對 所以我們這一次公告的 只有公告 針對事業的部分 針對事業 我們的下水道使用 徵收資料 就是說 下污水下水道 系統用戶 用戶 但其他 其他人沒有說 其他都沒有說 對 這些都 這個義偶當然會派出 是不是有公平性 就是說全市的 因為我們現在是這樣 就是說 如果要全市市里 都開增 這個一定會 這個一定會 一定要會 我們是希望這個 因為六度裡面 目前全 所有的市里都開增 只有台北市 可能高 對啊 所以我們第三條 我們沒選擇 系統用戶都會收 使用費 那第三條就沒選擇 對 這是以前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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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重 比較小 比較 影響比較小 我們先來收 我們這樣收的方式 是衝擊比較小 對其他的市民 可以說 說就是這樣 如果這些單位 未來 你跟他 有一個詔議說 欸 現在第三條 所有用戶都沒徵收 污水道使用費 所以他會看 他會看 他們會收的 所以他跟同學上有說 對於這些事業 其實我們有支持 讓他自願進行 就是說 他如果願意納進來 他可以納進來 那他就不用繳石 不用繳水務費 他還要繳石 那如果他不願意納進來 他就自己去 他還是要交水 他就要交水務費 而且他還要進 專業的操作人來 還要接受 都沒錢 都沒錢 如果污水下水道有接管 有使用的 如果污水管有使用的 你都會把它收 這樣比較公平 你說得太久 我們這個目前還不是 你管的 議員說 議員長 在第二條 在第二條 會使污水下水道系統 營運得以容器經營 合武地區下水道法 第26條 規定月營用戶使用下水道 第一條 所謂的這個用戶 不是一般的民眾 就是 有三種 就是一般民眾 事業用戶 還有投資用戶 就是這三種 他現在是說 我們優先先證 對於事業用戶 跟這個投資用戶 那現在就是台南市政府 採取漸進式的辦管 對 就是依照這樣 先行對事業機單位機關 來收取匯用 待今後看整體怎麼樣 再對一般用戶 再來收取匯用 是這樣子嗎 所以你們是不是應該要淡出一個 是不是 剛剛我們做的這個 大家有在爭議性的認為說 很明確的 這一次的公告 這一次的公告 就是針對我們一般的機關 事業單位來 來收取匯用 我們就採取漸進式的 這個收取匯用的方式 那一般用戶 帶我們整體的作業 都已經採取了 再來規劃考慮 是 再提議會 對 來公告資 是不是在途中這麼安靜 好 這是用戶責 那個要很明確的 是 解決清楚 很正確的 讓民眾知道 就是說 業者還有挪回者 這兩個單位 我們要跟他開箱 下潛到水務委 使用會 使用會 其他的民眾就沒有 所以我們在文字上 我們要修正一下 更明確一點 讓大家不會有那個余裕 好 那那個蔡婚妍請 我感覺我們市政府 這樣就是媚凡的 不然你的資料要修改 我跟我說 你聽的 對幾種都不修 結果你自己想一種 有一個汙水 因為做完你不想 第二 我們剛剛有說 我剛剛一直在質疑 我們這身份是怎樣 我們 隨你這一個 我賺錢做 對於事業單位 我不是強制 一個公路 一個偷地 折舊 要做好了 有的要認這個汙水系統 有的沒有的 所以我們的身份 勝勝的 10.6億 啊 不然要進來 算在身份裡面 我們自己規定 立法規定 要對他們這些單位修 通過制度條例 再放任他們 要不要前來 不然要進來 政府當然要貴了 如果大家都要強制 要進這個系統 沒有世界單位去 交水務位 時 我們的政府就可以幹了 我的論述 再說一次 本來要強制 大家都要進這個系統 你選的身份 會計師 你的會計率 要計算10.6億 我的會計率 要計算6.5億 那不然 再說 你們要做 就算不聽 我市長才算 不算算 不算算 甚至 折舊為地上 我們去貸款利息 遭做 委員會 高雄資金的身份 土地 折舊 給我們等級 我們身份 20塊 我們10塊 我就不合理 所以我不是 我強調一下 我們要去修法 目前要修的 要修的 要修的 因為如果要一般的 我們要立法 再加進 不然這 每天都要 自己 電話 自己違法 但是我認為 我們不能放任 事業單位 要買一萬一萬 不然 這個設備做的 使用它這麼多 不然我們身份的高 不好意思 認為我們應該開一個送禮會 你市長 你身份要提出 給人 要修的人 在餐廳那裡做 包公司那裡做 你說你修 修 一般市民要不要聽說 學部人說話 也有機會 你市長也不知道 我不要這樣就是 要怎樣 我覺得這個無理 你怎麼放好 這很久 沒有人會把我們 民主要檢查 你民主要做 都要理會 一種公安理會 都會意見 我認為這樣不對 請問什麼看 好 秘書長 請說明 是不是這樣 有一個 剛議員的建議 就是我們可以在 後面的 包括法會委員會的審查 跟大會的審查 裡面 把這些資料 可以直接說吧 這可以再做一些補償 那另外 另外 其實我們目前的了解 就是 幾乎 幾乎是 百分之九十幾 他們有略的 主要是他是 補合事業的規模 他現在需要繳水利隊 他都 我們可以說 幾乎是百分之百 都會掉 納進我們這個系統 因為他可以減少 很多的困擾 然後可以繳的費 還可以比水利隊好便宜 那另外他也不用被集查 不用被 不用去聘請專業的處理人員 所以我們幾乎是有把握 只要是晚線所到的事業單位 一定會願意談到 就是還能拜託 拜託 我知道好像很多的廠商都希望接入 我們的烏水下水道 就正如剛剛秘書長所提 他們不用接受一些什麼的檢驗 沒錯 是 好 好 那個林依錦議員請發言 所以我看重上討論 我想這個是確實是需要這個大會來 好好做個討論 所以我想是不是程序委員會 我們就先接案 然後再進入議會來討論好不好 好 那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 我們就接案 然後在大會上大家 針對剛剛我們在程序委員會 我們議員的這個發言的意見 那我們也希望水利局 你針對補足的 還是要補充的在法條上 只要再增減的 你自己要再做一個調整 再補充說明 包括在討論的之後 剛剛蔡衛議員有提到的 在徵書之前 是不是應該辦個公廳會 大家再做個討論做結議 好吧 好 那我就接案了 好 謝謝 公務市題五 一案三位 台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案由 衛政部應建署 合定本市 106年度 城鎮風暴行訴整體計畫 市區道路人本環境建設計畫案 經備新台幣3500萬元 中央補助金額為2625萬元 市配額款875萬元一案 進行審議 好 針對這個案子大家有沒有意見 沒有 沒有 好 那我們一樣接案 我們以上九案列入我們的議程 送交我們的大會來審議 好 那我們今天所有的審查案子 就到這裡結束 謝謝我們台南市政府秘密書展 雖然有各局處所長主管的類型 也謝謝新聞媒體好朋友的採訪 更謝謝我們程序委員的 程序委員議員們的出席 今天的會議我們就到此結束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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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